华琉璃 你这是目中无人哪 华县主这个行为 是有点过分啊 臣起陛下 老臣这里有一份奏章 是 银青光禄大夫 林徽之林大人转交来的 他让我一定要亲自交给 陛下 敬陛下圣庵 老臣曾于殿上执剑花家军 穷兵独武 因而奉此领罪转到外省 谁料与京郊驿站巧遇花仙主 快 慢了 快点 官差大哥 这位老人是犯了何罪啊 为何带这么重的脚镣 这位范公安在朝堂上 谈和花大将军穷兵独武 边境将士嗜血成性 触犯了圣上 被判了流放之刑 那流放都算轻的了 小小年纪 心思如此怠毒 老夫身为人臣 自当效忠朝廷 为民请命 花应亭四处征战 耗尽百姓钱财无数 金破国常年侵占我国领地 我们不去反击 难道要任由他们嚣张 嘴上说着为民请愿 而实际上 却不管不顾边疆的百姓 这叫什么 伟君子 儿得黄毛之辈 满狗胡言乱语 饭来了 饭来了饭来了 官爷 这是他的饭 渊伟 小姐 我突然觉得头好晕啊 而且很想吐 实在是闻不得半点昏心 快去打翻他 好 你什么意思 这位小哥 这位小哥 赶快再帮这位大人做晚饭 记住 千万不要加半点昏心哦 你什么意思 大人 您是被流放的 还吃什么肉啊 边关的百姓一个月都吃不上几回肉呢 您不是为国为民嘛 那自然是要与百姓同甘共苦啊 花县主行事乖张 嚣张跋扈 臣以为他是在花家的教导下 这才心怀怨恨 花琉璃 你怎么敢 林徽师他就算是被贬的官员 但人家之前那也是朝廷命官呐 花琉璃 你这是目中无人呐 是不是 这等事啊 老臣都不敢多想啊 那林徽之林大人受了多大委屈啊 就是呀 花县主这个行为是有点过分啊